接下来要和因你一起带您来关心的是 久坐不适下背僵硬 弯腰的时候不舒服 起床的时候下背会疼痛 这些反复发作的疼痛 是不是也曾经困扰着您呢 因你下背痛是一种全球性健康问题 影响了数以亿计的人口 根据估计全球受到下背痛影响的人数 从2020年的6亿人 到2050年将会超过8亿人 而在台湾每年因为下背痛 求诊的人数大概有250万人 健保署统计 治疗下背痛的医疗支出 连年成长 111年已经达到了100亿 消除下背痛除了吃药 复健 开刀 还有现在常见的增生疗法等 自费项目可以选择 如何面对下背痛的挑战 又该如何进行治疗呢 一起来看独立特派员的报道 洗车时过度拉伸腰背 久坐在背部没有支撑的沙发上 拿重物的时候过度弯曲脊椎 这些日常的动作都可能引发下背痛 几个下背痛的原因 腰椎小面关节 腰椎的椎间盘 以及肩卡关节 这些是最常造成下背痛的原因 下背痛人数聚增 健保医疗支出近百亿 要摆脱脑人的下背痛 有没有塑效的方式呢 很多会常会期望说 我可以做个什么事情 或是做个什么治疗 就可以医疗永逸完全解决我的症状 那事实上不是那么简单 台湾在医疗的方便性 及费用的性价比闻名于世 不过当健保点值下降 是否也制约了医疗行为 尤其像下背痛这个问题 我们如果依赖过去旧的这种支付模式 大概就是反正论试 一次就是一百九十点 那你这个很容易造成一种医疗行为 就是说有做就好 当健保制度导致医疗品质下降 面对超高龄社会该怎么办 早上不到九点 俗称拉腰的腰椎牵引机上 已经有多人躺着附健 电疗区也是满满的患者 将热敷垫放在患者背后 松弛肌肉用来减轻疼痛 等待会是太热 或是你身体的厚头 让它转弄一下 不要放到 有关的就让它转一下 透过热敷增进局部循环的 还有短波深层热疗机 这里 对对对 这个项目做二十分 六十八岁的连女士 脊椎滑脱两年多 疼痛影响到日常生活 不过她不想开刀积极复健 走路很痛啊 差不多几个月 两个月前我都还是每天都来 因为我怕我会很痛 我有空我就来 然后最近一个月可能是就 两天来一次 七十六岁的游女士 开刀三个月后也持续复健 一个礼拜来六次 因为我有时间 我每天来 我觉得会比较快好 看一次医生就可以用六次 这里酸 那里痛花了大把时间 却还是疼痛不堪 我们传统的一些复健方法 可能是电疗 拉疗 热服 其实它没有解决你的 知识跟动作的问题 以慢性下背痛而言 长期 其实是不建议做 仪器治疗 因为它对长期的预防没帮助 所以它的价值顶多只有在 短期的急性缓解 我在症状变不舒服的时候 可以协助缓解 有下背痛症状的人数不少 健保医疗支出更是逐年上升 一年大概会去看这种疾病的 大概就占了有250万人左右 那你看我们全来在2000万人 250万 那就几乎是十分之一 105年它整个的费用 大概是80亿左右 然后107年就到91左右 然后以111年来看 已经到110了 陈博瑞医师自己因为长期久坐 椎间盘突出痛了30年 为什么会痛 不正常的知识 或者不正常的用力 日积夜累久累 或者说 这一个临床医师最常碰到 就是你常常要坐着看门诊 一坐可能就四五个小时 你都没有动 这当然对你的背来讲 其实是一个伤害 当结构改变的时候 压迫到神经 就是你开始痛得受不了的时候 六十四岁的黄女士爱好运动 但突然腰背不适 做了两周复健仍然疼痛 痛这边然后呢 痛到脚痛到什么地方 就是那种酸麻 最多到膝盖 你往前弯下去会不会痛 会 拉到会痛 那往后呢 往后 也会 背痛不宜轻忽 需要谨慎离清病史 脊椎的结构很复杂 脊椎它不是骨骼结构之外 它有它的关节和它的椎间盘 软骨跟周围的神经 所以你要怎么诊断说 我们今天做这个治疗 不管说是开刀 或者说其他治疗 到底没有效 所以你的诊断正不正确就很重要 而夏背痛到底该不该开刀呢 开刀应该只是让压迫大的地方 把它缓解掉 你的脊椎链的解剖结构 都已经出了大问题的时候 你怎么能期待开刀就解决这些问题 一般临床经验也很 这些也在开刀的实际外科也很清楚 就是真是万不得已 万不得已 夏背痛也可能是某些 严重疾病的警讯 开刀它是否适应这个局限性在 例如说你说你是感染 是骨折 是肿瘤 或是有一些神经压迫的症状 或是说你的脊椎严重的不稳定 有些状况下需要靠开刀来处理 那只是说并不是说开完刀就没事情了 依然需要靠后续的复健跟训练来强化 才可以避免你的有一些状况再复发 想要消灭日积月累的疼痛 关键在强化背部的肌肉 支撑脊椎维持躯干稳定 所以你的这个脚是踩好的 膝盖在我们的髋关节下面 我们的手腕在我们的肩膀 健身不是年轻人的专利 致力推广重训与体能训练的吴医师 在骨科长期接触高龄患者 他认为长者更需要强化肌力 经由肌力训练来对抗老化 那老化这个东西其实就牵涉到很多 不管是下背痛你的肌肉骨骼系统 退化的疼痛 甚至一些代谢症候群 这些三高慢性疾病 台湾人口老化严重 那加上你少子化的状况下 变成很多老人家他没有 如果说他没有自己可以生活的能力 其实长照的问题 是我们现在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下背痛是导致身体失去 生活功能的重要原因 也是复健的最主要病症 好 荣桂大哥 对 你的胃膊要出来 胃膊要出来 好 83岁的荣桂大哥原本得主管账 跟太太一起来上课后 现在可以拿起12公斤的狐铃 锻炼核心肌群 在教练的指导下 举起杠铃 深蹲也没有问题 你只要重量做足 你做五下就好 那我们五下五下 然后我们就休息 这个班目前已经差不多是 六个月的时间了 以这种小班师教学的好处 是在于说 我可以比较 知道每一个人的状况是怎么样 然后做一些个别的调整 让他们得到比较适合他们的动作模式 带长辈重训练肌肉 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比较自中 然后手抓好 对 胸口挺出来 可以收好 对 好 站姿 75岁的张女士 四年前车祸受伤 一时建议开刀 不过她选择积极复健 我觉得我的肌耐力 比较强 还有体力比较好 以前会抖 现在平衡感有增加 运动健身 每天一定要投资 投资健康 对我们老年人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有看着妈妈 就是一步步变得更强壮 然后她就是整个身形 也都停起来了 然后感觉人也变得比较年轻 我觉得长辈练重训 最大的好处真的就是减少他们骨骼的伤害 就是你肌肉练起来了 你骨骼就会强壮 强健肌力 预防无力 是银法族健身的新趋势 不过下背痛不仅限年长者 在任何年纪都有可能发生 一样就是这个地方 腰挺起来 往后挺 后挺的时候 我的那个这里 囤积的地方一路往下 到这里 到这个地方 如果最痛最痛算10分的话 它痛起来的那个当下 最近大概很有几分的感觉 大概至少有7分 痛起来的时候会到7分 旧伤复发再加上新伤 健身教练陈明正 曾经担任全级国手的运动专家 对缓解疼痛有深入了解 经常性的帮自己做放松 然后还有锻炼 这是非常重要 而且要愿意花时间 那要花很多时间 愿意相信医生 然后愿意相信适当的处置 然后愿意自己花时间去做 医病之间需要信任与沟通 不过现行健保制度的浮动点值 让医疗现场充满矛盾 行政院规定的劳工最低基本薪资 会绵绵往上涨 对 可是只有医师的点值是往下降 台北区跟北区吧 这两区的点数已经降到 大概可能0.75左右了 已经到了砍掉四分之一的程度了 你也只能跟现实低头 要么就是纯健保制度 你只能想办法多看几个病人 李鸿斌医师是基层诊所院长 他深入观察到健保点值下降 衍生的影响之一 是更多的自费医疗项目 为什么会被推很多自费项目 一部分当然是因为新的医疗技术出来 今天如果医生认为这个项目是好的 即使它是自费 它推出来它就是有医的 自费项目往往所费不资 例如何医师专研的 治疗下背痛的增生疗法 增生疗法就是当然就是包含 PRP跟高中度的葡萄肠治疗 透过注射可以直接 治疗到那个受损的位置 促进它愈合以后 身体的疼痛也会改善 我们会透明的公开 我们治疗的费用 健保实施近30年 全民满意度近9成 是否有机会将自费项目 纳入健保给付 健保当然是因为资源有限 所以我们会把资源花在比较 对民众比较有效益的地方 它的效益也就是 我们的所谓的CP值 这个也是我们健保非常重视的地方 所以它能不能获得给付就要看 第一个是有没有真正 有确实实证的疗效 然后再来或者是它的效益 就是它每花一块钱 对民众提升的这个生命的品质 那这两部分我们都会来做一个比较 在健保总额给付制度下 医疗生态只能论量计筹 不是这些治疗师在诊所的不会做 而是健保不肯提供 何况就算你开了还可能被核三 我这边有一大堆被核三的案例 他们真正最专业的价值 是在那一些徒手的那一块 包括带着病人做运动 包括协助病人做筋膜放松等等的 于是复健科诊所的物理治疗师 经常穿梭在病人和仪器之间 健保码里面其实是有一个运动治疗 可是食物上 食物上开例就是会被核三 就算没有核三 治疗师多做了这个运动治疗码 只能拿到75点 那如果以现在的点子而言 治疗师一对一的大运动的话 健保值给60块钱 当健保总预算固定时 医疗院所申报的门诊量越多 点值就会被稀释 收入跟着缩水 所谓的点值 因为我们现在健保市实施的是总额预算 那预算其实是在前一年 就已经经过付费者 或者是医疗提供者 双方的协商就已经定案了 你如果要继续的 无限制的扩大这个给付范围 给付项目的话 再多的钱都不够 都不可能永续经营了 你把它换算出来 跟我们一个月增加个五十块 一百块的健保的负担 这种情况之下得失之间 我是觉得应该做 跟民众应该多做沟通 健保给付自费医疗之外 也有些人因着脑人的疼痛 久病成良医 用功自修研究身体构造 最严重的时候是 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我可能都需要曲着腿 让我的下背能够贴在床上 会比较好睡觉 如果能够持续的锻炼 持续的进行复健运动 因为肌肉永远没有人会嫌多 对吧 强化你自己身体的结构 你下背痛可能是因为你姿势不良 你的核心记忆力不足 那么针对这个部分是加强 那不但可以减缓你的症状 甚至可以预防你之后再复发 就是脊椎旁的肌群 它有好几层 从内到外都有 从身到前都有 那这时候我们训练 训练就不是单纯训练一条肌肉 而是训练整体 每天做一点运动 避免可预见的虚弱及疼痛 这个动作主要还是训练一下 我们臀部跟下背部的肌肉 我们把屁股往上推 那推到上面来以后 尽量维持膝盖屁股 到你的接触到床部的背部的地方 都还是维持一直线的状态 你会感觉大腿的前侧 以及屁股 还有下背的肌肉 都有紧绷以及处理的状态 那这就是正确的一个姿势 每一次你可以练习三到五组 每一次十秒钟 更要留意日常姿势的正确性 以简单的动作强化腰椎 假设我今天要使用电脑 还是应该要维持一个好的坐姿 那如果今天是弯腰的坐姿 甚至已经后仰 那这个姿势下 其实对腰椎都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尽可能的把你的重量都放在你的屁股 那才是比较安全的选择 而不是腰椎 只有在身体腰椎维持直 重心放在脚掌上面的时候 椅子拿掉 我好像还是可以维持在这个姿势下 有人说疼痛是身体给自己的使用说明与提醒 很多时候也是对身体的提醒 说这个姿势 你现在的肌力只能维持举例 可能50分钟 好 你的力量就应该要休息了 所以它是一个正常的 有点像刚刚讲的警报 它已经到点了 好 你应该就要起来活动活动 也许疼痛仍带来某些不舒服 但只要不影响日常生活 建议持续活动锻炼肌力 养成健康的生活形态 印尼2025年台湾就要进入超高龄社会 步入老年是身体素质相对脆弱的阶段 要预防下背痛 腰椎疼痛 除了寻求适当的医疗协助 也要进行日常的锻炼 同时留意自身体能状况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 我是陈婷玉 她是音笠 我们下次再会了 我相信你们iving这些都是 这个危机能子里开始 到底能不能逃避 temps 所有君子来发现 这么多 declarations